各位观众主内平安喜乐 欢迎你们收看平日的福音分享 今天的福音是常年期第十三周星期一 落望福音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九 显现给多末 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末 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别的门徒向他说 我们看见了主 但他对他们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 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 我绝不信 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 多末也和他们在一起 门户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对多末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 看看我的手吧 并伸过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膀 不要做无信的人 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 多末回答说 我主 我天主 耶稣对他说 因为你看见了我 才相信吗 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教会今天纪念 圣多末中途的庆日 是否让你想起 他还没有遇见 护活的主耶稣 以前说过 除非他看见 耶稣手上的钉孔 用指头探入 耶稣手上和热旁的伤痕 他绝不相信 而给人留下一个 怀疑基督 护活的印象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 继续追随耶稣 为耶稣 作证 直到地级的使命 他远来东方传教 并在印度 为主耶稣殉道 直到今日 印度仍有自称为 多末基督徒的 教会团体 为什么多末 能够从疑惑 主基督的护活 走上为主殉道的道路 因为耶稣认识多末 知道他和其他的门徒们 一样的困在自己 被捕 被审判 被凌辱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苦难之后的 惊慌恐惧之中 知道他们需要 与护活的自己相遇 以脱离害怕死亡的束缚 而兼顾信德 好人如同自己一样的 成行天父的旨意 为此 护活的主 耶稣 两次 穿透 紧闭的门户 显现给躲藏 在屋子里的 门徒和多末 耶稣打开门徒们 因为害怕 被犹太人迫害 而封闭的心 让他们相信自己 已经战胜了死亡 实在复活了 使他们经历了 主耶稣 失而复得的喜乐 使他们经历了 失而复得 主耶稣的喜乐 不再害怕 肉体的死亡 男儿当时 不在场的多末 并不相信 门徒们的见证 坚持非要亲眼看见 并触摸耶稣的伤痕 才相信 耶稣深知多末 仍旧困在 眼见为平的牢笼里 需要看见 护活后的自己 活生生的 有血肉的他 为此 耶稣 回应了多末的需要 再度在多末 也在场的时候显现 赫帝邀请他 触摸自己手上 以肋旁上的伤痕 多末认出了 护活的主 而惊呼 我主 我天主 说出教会宣告的 主基督 护活的事实 说出 说出后世 没有看见 护活主 而相信者的心声 一个名科一心 永生难忘的经验 这显示出 信仰也在于 每个人 与基督的深刻相依 我们与耶稣的相依 不同于在生活中 与人的相依 而且每一个人 有他的过程 和救恩时间 但是 因此 我们需要保留 与主耶稣 相遇的时间 和空间 以心灵的目光 全心仰望他 好使我们 能在一切世上 认出主耶稣 也更认识自己 而能全心 全灵 全意地跟随他 护活的主耶稣 针对多么的宣训 强调了 没有看见 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也是对 今日的我们说的 耶稣的救恩 是给全人类的 虽然当时 只有少数的人 见过他 但是借着 他们的见证 有如接力赛 世代相传 直到今日的我们 我们如何接棒 好让 好让不认识基督的人 也能分享 基督的救恩 伯罗路 基利 那些 没有见过 耶稣的小亚细亚 信友所说的 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爱他 会是一个 美好的信仰见证 感谢天主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